Hello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橡胶套装的获取攻略视频 我们先来到一个叫湖畔驿站的地方 这个驿站的位置就是在费罗尼之塔的东南方向 这个驿站的神庙的旁边 费罗尼之塔的东南方向的驿站 叫湖畔驿站 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先和给马装马鞍的小妹聊一聊 然后发现他有一个任务 说这里经常有雷雨天气 让我们给他调查一下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阴劫技能飞到这个驿站的最顶端 发现这个上面怎么插着一个斧头 原来这个就是这里总是有雷 这里这个驿站总是被雷劈的原因 因为下面有一个金属的武器 我们调查清楚以后拿着这个武器去找这个小妹 然后他就说你找出落雷的原因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支线的任务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橡胶套的橡胶头盔了 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然后我们再来拿这个衣服 我们来到这个丘陵之塔 就在这个风神兽旁边的这个区域的丘陵之塔 然后我们向左边飞 这里在我们飞过去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武器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状态 全部都换上不导电的装备 就在前面这个乌云密布 然后旁边这里一直在打雷 这里叫雷电台地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有很多这种巨型菌类生物 或者说建筑物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直接从丘陵之塔飞过去 降落之后正前方可以看到一些石柱 从这个石柱爬上去可以有一个红色的球 这里因为是下雨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小爬几步 大爬一步 这样的话效率最高 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球 用石挺锁住 然后用我们的事先准备好的武器 把它打到对面 这里的话大概五下到六下 就是没问题 四下的话应该是飞不上去 打完这个以后 我们再往右边跑 右边的话还有一个球 总有两个球在这个中间这个圆环的外面 应该从这里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吧 在那个一个很高的台上 是一个黄色的橘色的球 橘子色的球 然后我们这个球呢 如果爬上去的话 感觉应该是很难的 我们只能用这个阴阶技能 或者说如果你没有 不会自己招的话 你可以准备体力药水 或者找一个高点飘下来什么的 也可以试一下啊 反正我们现在直接用阴阶技能飞上来以后 依然是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 橘色的球 用石挺 击打到对岸 这个的话依然是五下六下 我再不断的调整一个位置啊 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阴阶技能CD了 所以说我就稍微细了一点 怕万一再掉下去了 好 哎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所有的球啊 全部都击打到这个中心的位置 然后还想最后一个球在中心的一个高塔之上啊 这个球的话直接拿剑射下来就好 哎一发的话 他好像门似不动啊 可能需要两发键 这个的话爬上去当然也OK啊 但是射箭的话会省事很多啊 好哎我们把刚才那个 掉下来的木剑剪一下 可以发现他正中靶心啊 直接落到中间 然后这里会有很多这种导电的武器 所以说要稍微小心一下闪电 这里咱们就来一个快放啊 实际上就只有四个球 两个球在内部 两个球在外部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他这个孔要对的很准啊 之前的话放的时候比较粗心啊 我又重新调整一下 然后这样就OK了 这个神庙呢 就比较特殊一些啊 他不仅是一个外部的解密 还是一个内部的解密啊 里面外面都有解密啊 这种情况下倒不是特别多件啊 一般这种外面如果解密都比较复杂了 内部的话就直接是一个宝箱了 进来神庙以后呢 可以看到啊脚下有很多这种石块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炸弹切出来啊 把石块全部都炸掉 嗯 宝箱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哎 入口的正下方 把石块清干净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啊 为了大家的游戏乐趣呢 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展示这个神庙的解密内容了啊 这样咱们就拿到了这个橡胶紧身符 啊 咱们再来拿这个橡胶套的裤子啊 这个位置呢 是依然是在这个费罗尼之塔啊 费罗尼之塔的右边 有一个叫克拉尔湖的地方啊 克拉尔湖的正下方 这里有一个高地啊 也就是我拿这个五角星标出的位置 嗯 这里有一块啊 标着闪电图腾式的一块大石头 啊 我们艰难的爬到这个石头的顶端啊 在上面呢 可以把一个带电的金属武器啊 丢下来 哎 我就丢了我身上最烂的啊 这个桥斧斧头实在是没什么用 然后闪电啊 劈到这个石头上 这个神庙就瞬间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解谜的神庙啊 内部的话 哎 没有什么解谜啊 好哎 咱们直接进来以后呢 就看到这里有个宝箱啊 这个宝箱里就抓了我们橡胶套的最后一块拼图啊 橡胶紧身裤啊 这样我们的橡胶套呢 也算是收集全了啊 这个橡胶套可以抗电啊 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套装 换上去以后呢 哎感觉还是蛮酷的啊 这个是真的酷啊 是这个是真的酷 哎 那个帽子上的两个出来的线啊 有点像那个泥鳅的感觉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这个简单的攻略视频啊 待会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 投影用币收藏下我的视频 然后就是关注我啊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